哈囉 大家早安 欸 現在幾點 現在這邊六點半 台灣幾點呢 有人在嗎 哈囉 現在溫哥華六點半 然後剛剛四點的時候被 我們家的Ruby挖起來 他要尿尿 然後他就一直在我房間吵 然後他指甲很吵 我們又是木地板 所以就一直呱呱呱很吵 就被吵起來 放他去尿尿之後就睡不著 早安 哈囉 你們那邊現在幾點 哈囉 早安 我早上就是 現在這時間六點半化妝也不好 因為我今天沒有上班 可以睡到自然醒 晚上十點半 這邊早上六點半 所以現在這時間化妝不大 好 我今天要來分享保養 但是在那之前呢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 就是我前兩天第一次的直播 到現在已經有六千四百個人觀看 然後昨天的煙燻妝 雖然燈光什麼都不是太好 但是也是有五千四百多個人看 然後很多人給我留言 然後鼓勵 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說謝謝 因為其實我 這樣面對鏡頭自己想話 還是有點害怕 然後有的時候我會 就故意不看鏡頭 我就自己化我的妝作 我的事情 因為我其實在緊張 所以可能有時候 解釋得比較不大周到 但是 我會這麼多 這麼快就這麼多觀看 對我來說很多 因為有很多人幫忙 很多人分享啊 然後像你們現在在跟我互動啊 或是 譬如說記補欣幫我分享啊 香香啊 然後還有很多人幫我分享 然後一心來跟我留言啊 然後私家來跟我互動啊 跟我討論啊 然後你們大家都現在陪著我 所以 我覺得因為有你們 所以 馬上 讓我可以比較進入狀況 然後 也可以導入很多人來觀看 那 我知道我第一次做直播 可能 很多人是來 看我在幹嘛 或是甚至看我笑話 但是 也沒關係 因為等那些好奇的人 走掉 我可能 零一千都不到 只剩五百人看 那也很好 因為 我會想要做直播 是 因為 很多人常常會跟你說 等一下 音樂關掉 很多人常常會跟我說 哦 你好漂亮啊 你好會化妝 或是 你眼妝很漂亮啊 你的睫毛好長什麼的 那我覺得 這個都是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 我就會想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如果很熱心的 在路上突然可能有一個人 呃 只是客套話跟你說你很漂亮 然後你開始很熱心的跟他說 你怎麼化妝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又好像 很自以為師 或是很像 熱臉貼人家 冷屁股 所以我想要開直播 是因為我想要 真的對化妝有興趣的人 再 你再點進來看 不是說我去熱臉貼別人家 人屁股 那 但是直播又 真的是 沒有什麼失敗的空間 然後 尤其是我早上 都是早上的時間 因為你們那邊 如果太晚的話 直播也沒人看 所以我這邊都是 一早八點我就化妝 那時候眼睛 是我最抛的時候 我以前是單眼皮 然後用了兩年的 D-UP的雙眼皮之後 我變成雙眼皮 像我現在就有貼 我現在貼 D-UP的雙眼皮 因為我真的太腫了 然後我發現 我每次在化妝的時候 我一往上看 就會變成很醜的單眼皮 所以我就盡量不往上看 會 或者我會做一個翻眼的動作 因為我只要用力一翻 其實可以變雙眼皮 那今天就直接貼好 因為要做保養 也沒有妖化眼妝 所以沒關係 那 所以希望如果你們有什麼 Advice 什麼意見的話 你們可以跟我說 我都會 像我現在 燈光不是很好 因為 我那邊有個skylight 那邊 一般是 有太陽下來 那所以第一天有太陽 第二天就是陰天 所以 就是只能靠這個燈光 比較不夠亮 所以我現在有那個 手機殼 是那個Lumi的手機殼 媽媽從台灣帶回來給我的 然後我試試看這樣 我的 這邊有點亂 有點害羞 但是我現在真的是 這樣子疊 然後把手機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 然後又是前面的鏡頭 所以 它都 畫質比較 沒有很高 但是我這樣才可以看到你們留言 那我之後會去買一個 腳架跟燈光 希望 這樣你們看就是 裝什麼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現在要來 介紹一下 因為 早上六點半 我四點被Ruby 被Ruby挖起來之後 就睡不著 在看電視 想說可以順便跟你們 剛好台灣沒有太晚的時間 跟你們直播我怎麼做皮膚的保養 好 首先呢 就是 講到洗臉的部分 我不喜歡用肥皂 不喜歡用任何會有泡泡的東西 因為我皮膚 偏比較乾 那泡泡呢 然後 嗯 先講一個比較基本的 就是 人的膚質是 我們的pH酸鹼值大概是 4.6至5.2 每個書本都是講不一樣 但是大概是這樣 那 肥皂呢 是屬於pH大概13左右的 1312 那 如果你用肥皂的時候 你會把 我們原本的pH值整個拉到13 那皮膚又要少辦法彈回來 這樣其實對皮膚是 負擔比較重 所以我喜歡用像 這種 洗面乳啊 這個是奶 洗面奶 它真的是Milk 然後它不會 它不會出泡泡 但是我現在沒有要洗 我已經洗過了 或是我喜歡用那個 MAC的一種 洗臉的那個油 那是可以把妝全部卸掉 而且不用再洗臉 因為那個油是 一般油是 不愛水的 所以碰到水會 油水分離 但是MAC的那個油 碰到水 反而會 它比較喜歡水 所以你這樣 放在浴室裡面 洗澡的時候壓一壓 然後抹一抹 它會把妝全部都掀起來 因為油會把妝全部掀起來啊 然後甚至沒有化妝的話 任何灰塵或 不乾淨的東西都會掀起來 然後你只要一沖水 它就全部會 全部都會掉下來 然後我一般就是這樣清洗 那個又不會起泡泡 所以不會把那個PH值拉到太高 那我洗完臉之後呢 不管再用多多麼溫和 多麼不是肥皂 不會起泡泡的東西 它還是會讓你的皮膚 變得稍微有一點乾 那這時候我就喜歡 我會需要用的是 化妝水 因為我在文革華上班 這邊很多中國人 所以大陸人 所以我會講爽膚水 但是中文是講化妝水 那化妝水的作用 它的作用其實就是 可以幫你的PH再調回來 如果你是習慣用 會起泡沫的東西的話 那化妝水是會幫你 把那PH拉回來 那我喜歡蛋黃哥的原因 不是因爲它是我們家之物怪獸的 是因爲它很方便 然後現在的化妝水 有很多有特別的功能啊 那這個非常sample 就是一個保濕 那我的追求就是這樣 因爲我之後還有很多步驟 那這個又便宜又大瓶 然後又很方便 所以我一般就會先用這個 我是用保濕 但是其實我可以用抗暗沉 但是我現在就是用保濕 然後大概這樣 噴完就馬上保濕 不像就是 不是說噴水 因爲其實噴水馬上就會乾 或是有的時候洗完澡 明明是剛剛很多水啊 但是一走出來還是會乾 會蒸發掉 所以就是用化妝水 然後再來呢 我之前在Lancôme上班 Lancôme 然後Lancôme賣得很 最好的就是他們的明星產品 小黑瓶 那小黑瓶算是精華之前的前一部 叫精華是serum 那這是pre-serum 精華之前的前一部 然後它裡面有咖啡因 然後有植物 植物 植物 植物什麼 喔植物少安醇 Phyto sphincter 然後 有 什麼 然後有Biolyza 反正另外一個成分 那重點是咖啡因 那它這個商品強調的是說 一般的精華 你需要等一個月之後 等你的 現代的皮膚死掉 然後長出新的皮膚 皮膚細胞替換率嗎 那時候才會 才會見效 因為你要 就是一直用它 用一個月之後 等新的皮膚才會看到 喔新的皮膚比之前的皮膚還好 但是這個的暢銷的地方 就是說它十天之內 就會讓你的皮膚 比較有光澤 然後比較亮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它就是 一打開的時候 一轉開 它就已經幫你量好 你一張你要用多少 那有的時候我會 用兩個 有的時候就用一個 手要先洗乾淨喔 這樣 大概這樣的量 喔喔喔喔 掉出來了 然後 就會放在 我想要比較 亮的地方 然後它不會說 很黏黏的 什麼都不會 很黏黏的 輕薄 哈囉 早安 欸 那邊是 Good evening 然後它的意思是說 先用這個pre serum的話 之後用的 serum 之後用的精華 還有 面霜 額 都會更有效果 因為它的 它講的邏輯是說 譬如說 你有個海綿 然後那海綿 是乾的 你在外面塗 任何面霜的話 它都不會吸收進去 因為可能就是在外表那一層 但是 這個pre serum 小黑瓶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讓你那個海綿 先 就是先 整個 變濕 裡面如果有滲透 都是濕的話 之後你放精華 都比較好進去那個海綿的中間 所以我現在先把我這個大海綿 已經滲透到裡面去之後呢 再來是 用這一瓶 精華 其實我沒有做太多比較 因為精華 像M1的也很好用 然後 SA Lauder也很好用 那剛好我在籠空上班 然後有聽到一些 很好的評價 很多人說 用了這一支精華之後 Visionaire 用完之後呢 他們的毛孔真的會變少 那這個Visionaire裡面 它是有一個成分 叫LR24-12 在這邊 然後他們的面霜 就是 日霜跟晚霜 有 各有2% 但是精華呢 有4%的這個成分 那這個成分 聽說他們研發了12年 真的是會讓皮膚的細胞變 不細胞 那個毛孔變小一點 而且它 我比較喜歡它的香味 大概是像這樣 我記得有一點多 真的很香 Good morning 哈囉 早安 哈囉 我現在在上 精華的部分 所以 剛剛講到剛剛的那個邏輯 就是 你要先用小黑瓶這個Preserum 先把一個 那個乾的海綿 如果在外面上一層 那個面霜 或任何的乳液的話 它其實不會滲透進去 但是如果你先用這個小黑瓶的話 它就是等於把那個海綿弄濕 這樣之後的東西都比較好進去 然後 所以 小黑瓶的重量是先把海綿弄濕 而且它裡面有它的成分 像咖啡因等等 然後這個呢 是真正的修復 它是精華 所以 新的 過一個月之後 新的皮膚長出來 它是強調是說 毛孔會變小 然後皮膚變比較滑 然後這個就是 把海綿弄濕之後 它就是算 它不是算藥 但是就是最主要的去修復皮膚的一個成分 然後他們是說 在最外面那一層呢 你再上乳液 把它封住 讓它這個東西可以在裡面 嗯 好好做它該做的工作 那 我的皮膚 我剛剛說比較乾 但是 應該是 缺水 D-hydrated 哈囉 詹安 應該算是缺水 不是說真正的 Dry 因為有的時候我T-zone還是會比較油 那T-zone有的時候化妝什麼都比較容易出油 所以我還是 不習慣用那種 很 很 太強的cream 像我之前用過 那個 Clinique 倩碧的黃色那一條 真的非常非常的油 所以對那種這種地方啊 或是我比較容易乾的地方 都是這邊 旁邊 然後 這邊很有用 但是只要一碰到這一條的話 馬上就會太亮 所以我還是喜歡用這個 蛋黃哥我已經用了要這麼多了 這是我第二瓶了 這是我第二瓶了 這個就是比較輕薄型的 然後 也是 就很簡單 因為我剛剛已經上了這麼多層 如果再上一個更 更 稠更濃的話 它會開始起上橡皮擦屑 OK 稍微壓進去 其實皮膚要 真的很重要 保養好之後 哈囉 Andy 我剛好說M1的精華很好用 皮膚真的要保養好之後 你就可以不用化很多妝 你可以 一點點粉就出門 那之前 那之前就是 嗯 在high school的時候 高中 國中的時候 皮膚沒有很好的時候 就是會一直想要用遮瑕膏 一直蓋一直蓋 一直蓋一直蓋 但是 有的時候 現在皮膚好一點之後 我很enjoy 沒有化什麼妝 就是一點點 很像那種韓國那種 好像沒有化 但是自然很美的那種妝 出門 然後 像一般這樣 我就這樣就睡覺了 就去睡覺 那早上我也是做一樣 有些人會分 早上跟晚上不一樣的routine 但是 我比較 嫌麻煩 我沒有特別的 就是 早霜 晚霜 我就是一個乳飲 然後 如果我要出門的話 我上次有介紹這個 Mark的stroke cream 如果我要出門的話 我會順便加這個 因為 它會看起來 更保濕 看起來有那一點點光澤 很像 在那個 那種fashion show的 時尚時尚時尚的後台 然後 他們用的 真的保養的routine 我給你看這個 是這樣 然後 你把它 稍微拉開之後 會不會看到那個光 有沒有一點點那個光 就是要追求這一點光 有點像是 護膚Skin Care的高光 像這樣 然後 我到底會不會每天都這樣子 保養皮膚 其實不會 有的時候我都會說 我先滑完手機之後 等一下再去 保養皮膚 然後滑一滑就睡著了 所以實際上大概一個禮拜會 一兩次 半夜想一想 明天要化什麼妝 然後皮膚 需要充足的水分 才會 心血來潮的 特別爬起來 然後去廁所搞這一大堆 這一大步驟 這樣對我來說已經很多了 有些人還有特別用眼睛大啊 不一樣的眼霜啊 不一樣的眼部精華 小黑瓶也有出一個 比較小的那個 眼部精華 在另外一個房間 那個是 好像叫小灰瓶 然後那邊是專門按摩 這邊有一個 冰冰的那個棒 那個也很好用 所以我現在是在用 MAP的這個Strobe Cream 所以我的Skin Care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因為剛剛已經把這個海綿 全部已經滲透讓它濕了 然後又 又 就是加住了這個精華 然後又在外面就是做了一個保護層的乳液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已經可以去睡覺 然後 在我睡覺的時間 皮膚就會自己修膚 然後今天又貼雙眼皮 順便跟大家再解釋一下 為什麼眼睛好很多東西 因為半夜起來真的是眼睛會很腫 所以我貼的是DF的雙眼皮 我以前是單眼皮 然後 我貼了半年之後 就現在變得固定都有雙眼皮 所以我一般 你看 大姐PO我的照片 雙眼皮的時候 都不是貼的 就是 我不用貼 像 前兩天的直播一樣 不用貼就有雙眼皮 但是早上起來還是會 會很腫 那我也不建議 但是跟你們直播的時候 我會一個動作想要往上這樣 這樣翻就會有雙眼皮 但是 這樣翻 我沒有感覺 但是 我看螢幕發現我都是在翻白眼 所以 還是今天貼一下雙眼皮 然後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有跟大家講說 就是 分享一下我為什麼要直播的心得 就是 很多人都說 哇你皮膚好好 或是 哇你睫毛好長 或是你的眼妝畫得很漂亮 或是 其實很多都是化妝畫來的 然後 你如果在路上遇到我說 你睫毛好長 我就會跟你說 其實我以前沒有這麼長 是做了什麼什麼什麼 或是我現在是刷什麼睫毛膏 然後我就會很熱心的想要跟你解釋 但是有的時候 人家可能只是客套話 那我想說 直播這個頻道的話 是想要看有興趣的人才會來看 不是我熱臉貼人家的屁股 所以呢就做了一個直播 然後真的 我剛看到我第一天的直播 有六千四百多個觀看 然後昨天那個煙燻莊的有五千四百個 我真的很感動 然後 想要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 現在是這邊溫哥華早上六點四十五分 然後我又沒有要上班 所以 我要繼續去睡覺 那 等我起來的時候 可能這邊下午三點 沒有沒有下午三點 我這邊 可能早上 十點左右 我會起床 那時候你們可能已經 半夜三點了 所以我到時候可能會再直播一個 我明天 今天 今天的妝 那會是 因為我今天沒有上班 所以會是比較自然的妝 那你們到時候可以看重播 好嗎 謝謝今天陪我的人 Thank you everybody OK 那我要去睡覺囉 給你們看一下我這邊真的現在很亂 我一般都是把那個 加在這邊 所以我之後會去買個比較好的 啊 謝謝 我 我之後會再去買個比較好的那個 腳架跟 跟燈 我現在是用這個Lumi 然後我要回我房間囉 現在早上還不到七點 所以大姐也在睡覺 姐姐也在睡覺 Ruby也在睡覺 依馨 我都結束了你才來 OK 那 早安 現在這邊早上七點 然後我四點的時候被Ruby挖起來 因為他要尿尿 結果我去樓下還發現有大便 然後 我後來睡不著 上來就看Skandal 然後看Skandal 兩個小時之後 就是一直在想 到底要不要直播 到底要不要直播 所以我就 我就發了一個 嗯 發了一個通知說 我等一下會直播 所以你知道 寫了這個之後 就你一定要直播 就逼我自己一定要直播 所以剛剛來做了一個Skin Care Routine 就是怎麼保養皮膚 然後 主要就是介紹的是那個 蛋黃哥的化妝水 保濕噴霧跟乳液 然後中間用的 Preserum跟Serum 是Lancôme的 因為我之前在Lancôme 呃 上班的時候真的聽到很多很好的評價 然後 再加上 我拿的是免費的 欸我這邊好像有一個那個 小灰瓶 你看 沒有 對啊 所以下次如果有再試用到什麼 很好的保養品的話 我還是 我會再跟大家介紹 喔 然後現在這個光 就是那個 Mac的那個Strobe Cream 也是有 就是當然也是音樂保濕 但是 像這個光 就是 Mac的那個Strobe Cream Good Morning Jessie 我姐姐 我 我直播把隔壁的姐姐吵起來 她現在要讀書了 OK 那我要去 睡 睡覺囉 好 那我等一下起床的時候 我再直播 我 明天畫的自然妝 因為明天不用上班 不用畫得太濃 然後 你們之後如果再睡覺 睡覺的話 可以再來看重播喔 OK Good Night 掰掰